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的影响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曝 其中华联秀孤兰西因为强劲的雨势水位升高 导致高辽大桥变道遭到大水的冲毁 警方赶紧封锁现场禁止人车靠近 玉里镇长龚文俊回应 这几天待雨势降缓之后就会立即展开抢修的工程 而华联南区包含轮天、玉长以及高辽等三座西底变道 目前都是因为溪水暴涨无法通行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的影响 气象署是发布豪雨特曝 其中华联秀孤兰西因为强劲的雨势水位升高 导致高辽大桥变道遭到大水冲毁 警方赶紧封锁现场禁止人车靠近 我们目前可以讲说 玉里到长梁的这条变道 一样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等以示 跟这个河水 秀兰西的河水 比较退了以后 会马上来进行抢修的动作 让我们玉里到长梁跟这个玉里 通往高辽的这两条变道使用的民众 能够更方便 玉里镇长龚文俊回应 这几天有待雨势降缓之后 就会立即展开抢修的工程 而花莲南区包含了轮天 玉长以及高辽等三座溪底变道 目前都因为溪水暴涨无法通行 所以这段时间造成我们 相亲朋友的不便 请都能够多忍耐 因为碍于就是说河水都还是暴涨的情况 这个时候要来实施这个抢修的这个工作 确实有所不易 玉镇公所表示 也请用路人特别留意 从玉里镇北上请由台九县行驶 而高辽社区的民众 可以由花193县道来通行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